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擁抱大香港主義 香港地 香港人做主持 大香港早晨 主持 譚仔 Joey 早晨 擁抱大香港主義 早晨 節目大香港 早晨 恭喜發財 剛剛因為腦子裡想起生氣的事情 弄得我疾了 是啊 是啊 我是有說intro的嘛 我沒有了 我印象中很久之前 我還是很新的時候 然後大家都不是平時說那句的人 然後是會大家在互相推託你講啦 不要你講啦 你講啦 哈哈哈哈 但是這句話是一定要講的嘛 哦 因為是 如果不是就不用在這裡推來推去啦 是啊 是啊 所以這個重任就交給你了 是啊 所以有點生氣 然後剛剛生氣的那一刻就疾了 哦 是啊 找些人罵一下 沒有 那些人 我剛剛 我開始之前check過他們不在這裡 叫港蟹嗎 那些人都沒有看的呢 就是啦 如果有看的話 就不會說我沒有講啦 調去老闆 是啊 哈哈 我開了那個 脾氣差的那個開關鍵了 所以現在很容易 我很容易會被那個check room惹怒 是不是罵他呢? 不要罵我 行了 哈哈 沒有沒有沒有 那些人根本就沒有看星期三 是啊 就是講一條毛 Anyway 如果大家不知道 是昨天Sit Down Comedy 那個check room的問題 Anyway 是啊 那今天呢 首先呢 第一節呢 又講機場 我知道昨天又講的 我真的知道的 但是我的觀點是不一樣的 而且其實 我是因為我本來看完 我看到他們 一定說了機場 但是我又看到其他關於機場的新聞 就是關於深圳機場的新聞 嗯 但是其實關於深圳機場的新聞 我又講不到整節的 即是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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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個鐘頭就說 嚴重損害香港的形象 然後他就說 嗯 我猜這次 經過這次之後呢 大灣區裡面的乘客 會盡量用 深圳機場 或者廣州白雲機場 避免用你的香港機場轉機 你就去 有分別的嗎? 香港打風 難道深圳會不打風? 是啊 難道香港的交通 不行的時候 去到一個這麼大風的情況之下 香港那個 就好像上次 不知道是十號公園還是黑 十號公園那次 人們衝上深圳 想著 深圳不會生啊 那些東西 昂溝 其實上去就要馬上衝衝衝衝衝 摺返回來香港 他連酒店都不能開 是啊 然後 因為他跟那個 這個小紅書網民是 遇出一切 是啊 是啊 因為其實這個我也是 也是看前幾天看到的 也是講深圳 不是 關不關機場市 其實都 我一會兒再繼續講 關不關機場市的問題 接著就是 有人就討論 之前都說了 其實現在深圳都很努力銷售他的機場 要不然就不會開那個什麼東西 等後 大樓等到你 香港人都可以用他的機場 不用香港的機場 在福田直接上去 是啊 是啊 接著就都有這個小紅書的港人 就盛讚那個深圳機場 原勝香港機場 接著還說 哇 列出三點說香港機場比不上深圳 他真的不夠 等一下 先看看 例如地方不夠大 不夠便宜 食物不夠多 哇 地方不夠大 我想說 很辛苦的 那個機場太大 嘩 有時有些大起上的機場 由一個點去到另一個點 駕車要10分鐘 行路要20分鐘 那些 都幾金的 我想說 For example 泰國曼谷谷 是啊 我聽說泰國曼谷谷要走20分鐘 因為你下車 不是下車 下機之後 我暫時去過最遠的那個門 因為它會寫跟你說 多遠才去到arrivals hall 我最遠的那次是800米 接著我在機場裡面要走800米 但是它是沒有車沒有車的 就是你拖著那個機場這樣 跑快一點 一般來說 五分鐘都能跑到的 它有一條水上飄 但是 都不是快那一款 是 上次吃了個人的腳 是 很恐怖 它已經很慢了 Anyway 我想說 上海機場也是大 但是其實裡面 它大得來沒有東西的 那些大陸的機場 我只去過上海和北京 我只十幾年前去過上海 真的很沒有東西的 一條就是那些 那條水上飄 一路就一直走 就一直走 就一直走 走 走到那裡 好吧 你可以入境了 然後給它一個回鄉證 然後就 進去 就是這樣 入境的位置又很流 就這樣一道門 過去了 好 入了 就是這樣 哦 它跟著賺那些配套價很痛 我覺得 它純粹是覺得 覺得香港貴而已 是啊 香港是貴而已 貴不要去旅行 哈哈 可能它回大陸 哦 那你搭車啦 搭兵飛機而已 哈哈哈 接著又說 我餐廳 香港機場餐廳消費高 其實全世界都是的 是啊 是啊 因為大陸其實 它機場裡面 都是貴過外面的 是啊 但是一樣這麼難 超級難吃 我吃過一次 延遲在上海吃那個 要吃五十塊啊 在大陸吃飯 吃過隨便 就是有送有飯 那些 跌口飯的那些 我難吃到很哭 我在上海外面吃的 都沒有吃過這麼難吃的 大陸那些難吃起來都很難吃的 如果它有心要做到這麼難吃的話 是啊 我真的不知道為什麼要這麼難吃的 我相信那些難吃的食物 應該就沒有那些有害的物質在裡面的 有的話應該會比較好吃的 嗯 好啦 那就是 嗯 原來我吃了一餐健康的一餐 是啊 是啊 只不過你最多可能覺得 為什麼那一匹東西這麼多獻啊 是啊 可能裡面倒了很多麵粉去打個獻啊 是啊 就是 好 就是超級 我真的不知道為什麼可以難吃得這麼厲害 就是我在大陸 就是因為作為一個香港人 如果你去到大陸的話 你都是 你不會吃超便宜超便宜 其實就算吃超便宜的那些 10塊有20隻餃子那些都好吃的 那些都好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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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下了元素表嘛 我真的沒有想過 在大陸其實都沒有吃過這麼難吃的東西 是啊 所以在大陸吃東西吃便宜的好吃一點 吃一些中價的都很尷尬的 因為你去到吃那些貴價的那些 那些百多元的那些 就一定很好吃 那些是合理正常的 那些是高級菜的 然後就說 選擇給 就是香港的機場的選擇 是少很多的 那些餐廳 那的確是的 剛剛這次去的時候 是看到以前那些 是完全換了新的一堆 那些集裡面的麥當勞都不肯見了 不知道它有沒有說 搬去其他地方還是怎樣 我找不到 然後就說那個服務很好 或者地勤服務很好 他最厲害的是 這個完全 把那個責任 自己上機的責任 加進去 好像地勤有義務要通知他 然後就說這個四月底下 當時不知道要提前三十分鐘上機 跟老人家走去吃東西 準備回去的時候收到電話 原來全部上了機了 和公司打電話call我們 等我們關門 全機最最後一個人 這個服務香港應該沒有 當然沒有 應該會的 是會廣播 是的 它沒有打給你的 我想沒有打給你的 因為沒有可能沒有它的資料 其實應該都可能 有 其實可能有機會有打的 但是打完之後 看看你在哪裏 它未必會等你 是啊 你神經病的 你是不是給多了一分鐘的拍機錢 肯定不會等久一點的 肯定不會等久一點 肯定不會等久一點 但是我知道 你是不是不回來 你不回來 我要offload你的行李 是啊 我知道有些 我有看其他國家的新聞 是會打電話給客人的 其實應該都會打的 是啊 因為其實你offload 航行李的時間 可能要用45分鐘 但是如果客人是肯過來的話 可能它10分鐘內就會過來了 是啊 是啊 因為我看到有時候有些 就是打給客人說 還有10分鐘飛了 然後它就在25分鐘的距離至外 你死吧 是啊 三萬 是啊 神經病 那當然不等了 你自己有責任的 你首先check-in的時候 那個地勤已經跟你說 多少點開始 那個機開 然後20分鐘 起飛前20分鐘 那個門就關了 是啊 然後再三提醒你 還有要很大的圈劃著那個時間 讓你不要忘記的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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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你搞一搞的廈劃就是很麻煩 然後 還有我真的覺得在大陸 大陸那些 那些你過關的時候 全部好像當你是反 那樣子 就是過過X-ray的時候 我差在尾 那樣子 我以為自己去了 我以為自己去了 我以為自己在監獄裡面 要入賊 那樣子 要拿些東西出來 哈哈哈哈 又不要這麼說 在其他國家很多時候都會 嗯 很多 澳洲那些 澳洲它不是很兇 但是它會很無理的 這樣 充公了這些東西 是 又會去查你的電話 哦 這個Touchwood 我真的是 我和機器的同事沒有試過 好像有其他同事有試過 被他扣了我app 一段時間 哈哈哈哈 就是那個電腦裡面有行片那些 是啊 是啊 我也很擔心 是啊 那 對於這個 我電腦裡面沒有 用Stream的嘛 是啊 是啊 等一下它拿我的電話 進了我的Google Drive 會不會含得了 哈哈 沒有啊 它說不可以儲存在你的行動裝置上面 唉 那些人都不用用電腦的 好 然後按下去的Google Drive 就當了是你的電腦裡面 哈哈 哈哈 哈哈哈哈 Anyway 那說回這個真的是香港的機場 我覺得其實香港的機場已經真的是很合理 作為一個國際城市的機場來講 它真的非常合理這樣 那繼續就關於這個打風的人滯留在機場裡面 首先第一件事是我覺得打風滯留在機場其實是很合理的事 就是惡劣天氣 你會滯留在機場是很合理的事 就是我覺得有的士和有旅遊巴進去 我都經歷不少一次客人要滯留 因為我住機場酒店所以不關我事 是啊 哈哈 應該有很多滯留的經驗 有啊 大阪都兩次了 北海道一次 嗯 因為 大風雪嘛 大風雪 大阪有一次就是 不知道是 不記得了 總之都是 兩次都是一些不好的天氣 但是 當然你作為在那個建築裡面的人 你看出去 天氣很差嗎 為什麼不讓我走 你這個人站出去你就知道有多差 哈哈 因為大阪一惡劣天氣的時候 它是連接那條 連接出去社區市區那條橋 是直接封了的嘛 所以你根本是不需要有任何的虛假 希望覺得你可以出到請 哦 它是直接封的那條橋 還有日本有些不同 它們好像沒有香港這樣分級數的惡劣天氣 它就直接是 總之天氣惡劣到差不多 就停了所有的列車 是啊 那大家一齊自動不用上班 就是 那麼多香港人在那裡 就是香港的運輸或者鐵路 或者機場的時候 其實大家香港人的向下 都是一樣的 那不同啊 你滯留在日本 你的人都在日本嘛 你滯留在香港 這個人在香港的 哦 因為滯留在大阪機場 就覺得不要緊啦 這裡都是大阪來的 這裡就是日本 我還可以去洛杉 是啊 它又不考慮一下 別人打風也還要上班了 哈哈哈哈 在大阪機場 我真的可以購物一個客戶 是啊 是啊 那但是 你說 會打風的時候 你會不會躲在機場這件事 我覺得其實是 很合理的 首先有些人 就在那裡 有些最瘋的人 最瘋的人 就在那裡說 為什麼 因為 上次十號風球 沒有這樣的情況 是因為十號風球 那次是嚴重到 以及一早有預警 所以那些飛機 都是沒有 沒有 沒有抵抗 10號風球的時候 所以沒有抵抗 沒有抵抗 沒有抵抗 那就自然不會有 萬多個客戶 在機場 沒有人進來 但是這次九號風球 就是 因為飛機 因為飛機不是看你 香港天文台的 哈哈哈哈 就是飛機的起飛降落 不是看你香港天文台的 它是看它自己有一套的標準 因為有時候其實是 你不要說大雨 你可能其實很大雨的話 對於飛機的 take off landing 是更加大的影響的 就是有時候 香港很大雨的時候 其實你是可以 香港很大雨 還有有雷暴的時候 有雷暴的時候 我想說 在機場那裡 那裡全部 它那條橋上面 它有一顆燈的 然後它就會 就是你不可以 走出去外面 因為其實 你就算 雖然你的飛機那些東西 你好像全部都是室內 但是很多地勤人員 是在停機坪那裡走來走去的 然後 它亮了那個燈的時候 就是 有一些雷暴 或者惡劣天氣 那些停機坪的人 就是不可以走出去 不可以走出去 那自然的飛機 就不可以take off landing 那樣 所以雷暴天氣的時候 是會有很多延遲 但是反而以風球來說 那些人就在那裡吵 為什麼車那些不能走 但是飛機又可以起飛降落 那 因為飛機比較重 哈哈哈哈 因為那些車不會飛 你試試那些車會飛 哈哈哈哈 因為 不是 車會飛都太輕 因為飛機 還有那個風是好看的 究竟那個風向是 就是例如它是 它是橫行 就是這條跑道是這樣的 然後它是橫行去 吹這條跑道的 那它就一定是降落不了 但是如果可能它是順的 那影響不了它 嗯 所以一定是會 就是那個take off 飛機場那些飛機的take off landing 根本就跟那個天文台說 多少號風球 就沒有什麼太大的關係 那還有 那些人 就是跟著就在那裡坐 為什麼上次沒有問題 為什麼這次9號風球 還要有take off landing 那 那這個世界的航空交通 不會因為你一個地方的壞天氣 而整個世界這樣停滯了的 要知道機場是國際運輸的樹樓來的 哈哈哈哈哈哈 還有飛機沒得好在半空中的嘛 可以diver 你diver去其他地方附近的地方都在打風的嘛 你跟它說不如試一下深圳機場 一屌深圳機場就是打風 就不是你一飛到日本可能要 有時候如果那個天氣不是很差的 但是可能真的只是affect 比較affect香港的話 是有試過diver去澳門 或者diver去深圳 或者甚至diver去廣州的 但是之前都有討論過 如果diver去深圳或者廣州的話 就是diver去大陸的話 就對於乘客來說 對於大家都是非常不方便的事 因為它連機器都不讓你下 大家就困在機器上困獸鬥 就是它就連伸展一下都不可以 有時候 我好煩的 我想說在大陸那裏廣州 或者你困在大陸那裏 有時候它又不讓你拍到那邊 我笑到上海 不知道有什麼廣州 我困在... 不是困的 就是在路線路 或者在外面 沒有閘口進去 我卡了它兩三個小時 我撐它很廢 然後不知道有什麼問題 你又不可以長期開著冷氣 就是間歇性的 有時候很熱 然後間中就開一下 一點點風 你又不可以開槍了 焗蛋都瘋了 還有 就是 就是 那些 就是我想說 你說你滯留在機場 然後有些 有些... 那你沒有辦法 有些人 例如這個張欣宇 立法會議員張欣宇 他就說 不如如果之後再有這樣的情況之下 滯留的旅客就不如安置去亞博館 我覺得這樣跟他們運在機場 其實都沒有什麼大差別的 嗯 阿博館應該再少點食物 哈哈哈哈哈哈 他接著就會真的好像 shelter 這樣 每人給他一個毛毯 哈哈哈哈 爛文 哈哈哈哈 每人給他一個毛毯 然後給他一些水 給他一個麵包 哈哈哈哈 又或者拿回那些 那些方艙醫院的遺跡出來用 可能就是 他就是這樣想 很難 啊 然後他想 又有間隔 又有床 不錯 哈哈哈哈 這個就是當年疫情 遺留下來的故跡 我們今天終於派上用場 是 我要拿出來用 因為有很多客人 然後那些黃絲區 然後走出來說 這個是香港人建的 不是大陸人建的 哈哈哈哈哈哈 那我覺得是沒有的 就是如果你是覺得 就是他制立 那當然我覺得政府 可能都有一些需要去安撫 城下 我覺得那個真的是 你給他們坐的士 或者有的士 或者叫車進來 真是給個無謂希望他們 其實還有 還有 你說有旅遊巴進去 我覺得其實那間公司 或者 因為它真的好像一個 很宣傳的一樣東西 那間公司 我覺得是 因為實在太 其實是真的很危險的 我駕駛過兩款車 我駕駛過一架歐洲車 還有駕駛過一架日本車 在惡劣天氣之下 進去機場 自動吸線 我之前呢 我第一次 駕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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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次就是駕駛我的歐洲車 那我就覺得 只要我踩行駕駛的話 我駕駛就不是很飄的 就是你都感覺到 有少少那個風力 但是就不是很飄的 但是我就看著駕駛駛那些 是連的士 你都看到它是飄 就是 它的風在這邊 你就看到那輛的士不斷走去那裡 自動剪線 剪了去那裡 然後它就堅強推回那條線 然後再推走 然後再推回那條線 它堅持不讓你做快線燈 就是這樣把你推到左邊 對呀 推去慢線那邊 推回去慢線 慢線 跟它說打風 開慢線 不斷推你過去 然後 然後如果說 昨天阿星說 它沒有駕駛過下面那條路 下面那條路 我又其實是駕駛過 OK的 就是沒有上面那麼吃風 就是以我駕駛在車裡面的感覺 還有下面那條路不駕駛這麼快 下面那條路好像駕駛50 但是上面那條路是駕駛70 那條橋 不是的 那條橋好像是70 還是80 是的 然後下面那條路就是 就是 不知道是駕駛50 但是除了那條橋之外 真是路面的情況 因為真是很吃風的 那條路 整條路就是在 我希望是有聲音的 因為那條路是在 在海邊的 入機場 或者出機場 那條路是在海邊的 所以其實飄不只是在橋上飄的 你繼續進去的時候 駕駛81的位置 它也是超級飄的 那 駕駛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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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轉彎就自動飄 involuntary的飄移 所以我想說其實是危險的 如果尤其是的士 那樣輕微微 還有好像很多的士 都是說他們上次黑魚之後 其實很多都還在清理 還有大家都要記得 之前有個新聞 那間保險公司 不做的士 你都不知道究竟有多少的士 還是可以 其實又沒有多少的士 是因為沒有保險 所以行動不了 還有究竟它之前那些黑魚 是否清理得到 因為其實的士司機我覺得 因為有得加錢 他們都搏的 但是 自從黑魚那次之後 他們就好像沒有那麼搏 因為黑魚那次真的糟糕了 黑魚那次 黑魚那次很多都是 因為在路上 他們根本就走不了 哇 黑魚真的很恐怖 它直接就塞在路上 就丟死了一輛車 是啊 是啊 看到整堆車都在游水這樣 是啊 哇 武裝火星人這麼勇敢 雖然是8號錢 這大電單車的青馬 好恐怖啊 我會吹走啊 我們差點沒有了聲鐘 哈哈哈哈 好危險啊 真的會吹走啊 你做真熱狗就要小心自己的命 哈哈 萬熱狗都要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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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危險啊 哈哈 是啊 所以其實我是覺得 所以其實我覺得它也是開地鐵最安全 其實是的 因為那條機場 但是又的確看了那個機場快線 因為我想了很久 機場快線有露天露段嗎 因為原來是真的有露天露段的 那其實還有這個田北辰 田北辰 真的很喜歡吹走 他說應該幫全部的 港鐵的露天露段都給他 給他啊 那裏要多少錢啊 那裏要多少錢啊 那裏 還有要多久的工程啊 然後又要加我多少錢啊 哈哈 算了 他再起一些閘門再說 是啊 你閘門都還沒起完的時候 你說加個罩 那我覺得你說加個罩 如果你真的一定 哇 真的很想加個罩 我覺得機場快線加個罩是好的 就是 但是其實我也覺得 無謂啊 他們搭了機場快線 出到市區 他們不是又是在香港站 香港站 九龍站 另外一個站啊 香港站 九龍站 還有青衣 沒有 青衣站 哈哈 你們又是在那幾個站 除非你們這麼巧 這麼幸運 你家就在那些站附近 或者 你的酒店在那些站附近 要不然你又是在那裡 因為 我看那個港鐵那個 港鐵服務就是9號10號的時候 它就是基本上 機場快線和迪士尼線 就所有暫停的 輕鐵就全部暫停了 港鐵巴士就全部暫停 因為全部都是老天的那些 然後下面 它有一堆是說 有安全情況下 維持有限度服務的 但是 即刻就縮短了很多 因為你 就是減了那些 老天路斷那些 但是當然這次是 一停就是全部都停了 那這個是 港鐵的問題 而且我覺得 就是 你說 那些人為什麼會 全部都在街上 因為其實說真的 你掛八號風球 已經掛了很多小時了 即是 你要掛 我覺得掛的 不是應該掛天文台 因為天有不差之風雲 雖然它那個預警 真的比較短那個時間 而且 你要掛你就掛你 那些老闆爆風球都要你上班 講到這個全世界任何 這些惡劣天氣的情況之下 我覺得 我不知道其他亞洲地區 因為亞洲人都好像比較薄的 但是例如在西方的世界 或者比較文明的世界 你說真是惡劣天氣 那些東西一定不開的 但是香港人就比較 覺得你去到十號風球 你覺得 你覺得海嘯都應該那些東西要開的 哈哈 因為香港始終那個地方小 還有 香港的交通運輸好些 因為 大家習慣這個交通好些 是啊 你要在外面那些地方 那些交通很倒的 它真的停給你看的 馬上停 是啊 它停了怎麼上班 是啊 是啊 哈哈 然後有時候去那些地方 有龍捲風 難道叫我開車回去嗎? 傻了 哈哈 龍捲風 我多害怕 我多害怕它捲到我家 對啊 捲到我的車 是啊 是啊 想當年我見識到龍捲風高的警告 我只看一看它 想不想 龍捲風這麼大 我可以怎樣 哈哈 它叫你走進家裡 最入的那個地方 沒有窗 還有最入的房間 暫避 那些什麼房間很木造的 哈哈哈哈 好像那個六夜線 整個屋脆走了 是啊 哈哈哈哈 是不是 那這些狀況 你香港很難見識到 是啊 我覺得 當然一方面 你說那些人滯留在機場 或者滯留在地鐵站 那些 我覺得在這樣的時候 政府當然要出手幫助 但是 另一件事更深 我覺得更加重要的事就是 其實大家要知道 惡劣天氣 真的惡劣天氣 不是說玩的 其實香港是很幸運的 就是你可以 在一個很惡劣天氣的情況之下 這麼多事情都仍然維持運作 但是又沒有什麼人傷亡 這樣 但是其實是有權 例如黑羽那次 其實都死了好幾個人 其實你惡劣天氣是有權 真的很危險的 是啊 我最不明白就是為什麼會說 政府應該給多些錢 叫的士進去再客 那些的士 或者反起幾架車 豁街 真的很輕 親眼目睹 每一架的士都是飄 的士是飄得 在入機場的條路裡面 各種各樣的車 當然我看日本車 如果高身一點點 都飄的 但是飄得最厲害的一定是的士 就是我要在這個8號風頭 駕入機場的經驗 是啊 的士都是日本車來的 是啊 肯定飄的 不是歐洲車的士嗎 它這麼扁也飄的 而且如果你車大一點的那些都飄 我看到有一架比較長身的 但是那架好像都是歐洲車來的 但是它是長型一點的車來的 它都飄 我那架 因為我那架是一粒形狀的那些 你想像是類似爵士形狀 但是是歐洲車來的 我覺得我的mini也很實性 是啊 跟mini的尺寸差不多 但是我那架是圓 好像這樣 都真的 我處理到那個8號風 你感覺到你要真的踩很多油 它才不會脆肉你的車 但是比起我看到的那些的士 和其他那些日本車 是實正穩固很多的 但是我覺得 你政府去到這樣的情況 我覺得不是應該去疏到那些旅客 你一是 當然 但是我覺得你說安排防備 他們很無謂 因為其實你都幾個小時 風都是掛了幾個小時而已 但是這個就是 我覺得是政府要想怎樣去疏到 安撫你的旅客 還有你在街上那些人 在街上 我覺得你是不是要多做一些宣傳 究竟什麼天氣之下 還有 其實紅雨、黑雨 和8號風球 9號風球、10號風球 那個指引是叫你留在安全的地方 有蓋、安全、有避免的室內地方 就是機場 對 所以有那個指引的時候 就是有這個 從來都有這個指引 你小學的時候已經學了 你從來都有這個指引的時候 我是理解不了 為什麼政府是說 又想找的士車隊 又想找旅遊巴公司去裡面 疏到那些乘客 你疏出來你疏去哪裡 你就把他在裡面 是從一個安全的地方 放出野外 是啊 所以我理解不了 你有一個指引叫人留在室內安全的地方 然後又很想疏到他們出去 我覺得很自相矛盾 我覺得政府你make up your mind 你留在安全的地方就不要讓他們走 是 等一下派個睡袋給他就算了 他出到市區 他都是找個安全的地方躲起來的 難道他去旅遊嗎 哈哈哈 你可以怎樣 什麼單瘋啊 就是你去到 就可以check in酒店 他唯一 所以就是給個睡袋給他 你check in酒店 你都是要找個地方睡的 是啊 找回家 回家 那你留在安全的地方 坐什麼車回家 很趕嗎 是啊 所以我覺得 政府自己要make up your mind 首先 是不是要那些人留在安全的地方 我覺得政府應該堅強一點 跟他們說 打風落雨 要留在安全的地方 機場最安全的 大家不應該坐車出去 到處走 到處去日本那些 就去吧 那他整條橋封爛了 你不用想像 你可以出到回去 哈哈哈 是啊 你能也不用想啊 你游泳啊 哈哈哈 所以我覺得政府 應該在這個時刻強硬一些 就跟他說 他留在機場就是最好的安排 如果你出去搭車的話 你更危險 萬一有什麼交通意外 就會造成人命傷亡了 所以我覺得香港真的很難 很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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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天這麼差天氣之下 都不是真的死那麼多人 是啊 所以我就覺得 就是政府就是 可能他忘記了他的 那個 那個 鐵碗治港的手段 對不對 你應該直接跟他說 你這些旅客來到香港 是吧 你樂樂天氣的情況之下 我們居然還可以提供到一個地方 給你休息 相當之理想 又不會馬上趕你離開機場 給他們吃飯 我覺得要給他們吃的 機場裡面有東西吃的 有東西吃的 沒有東西吃的 一定有東西吃的 那麼多航空公司那些 catering 拿飛機餐出來吃 對 平常都不吃的 對 但是他逼著他到很肚餓的時候 就唯有吃了 就是他很肚餓 滯留在機場的時候 就唯有吃了 是啊 然後然後就應該 你唯一需要做的 最多就是在機場那裡 放回一萬四千個水袋 就是了 剛剛都是做什麼法神經的 打風下雨當然不能出街 但是你難道黑雨到好像上次水浸那樣 然後你跟他說 我呢 就說重金禮拼一萬元 請一個的士司機過來 載你出去 載他出去等死 傻瓜 好像不變了 就是在一個惡劣天氣的情況之下 那個惡劣天氣 你想想我的天氣惡劣到 連地鐵都不開 地鐵都不開 你跟我說過我坐的士傻了 是啊 搭的士就是什麼 搭的士就是私家車 是啊 你跟我說你惡劣天氣 鐵路走不了 然後你叫我開私家車過去 不就更危險 地鐵都重一些啊 至少 還有他有一條鬼啊 是啊 雖然地鐵如果有什麼意外的話 那個傷亡是會更加嚴重 但是 以那個安全來說 我相信那條鐵路會安全駕那輛的士 是啊 就是你不能夠假設他 總之他車一定倒的了 看看他死一個人 一定死一千個人而已 沒得這麼算的 是 你看看他哪個安全一點 是啊 所以我覺得 打風應該留在安全的地方 是啊 我覺得政府應該堅強一點 是啊 支持 不要管那些刁民發神經 打風下雨 還要我把車給你回家 是啊 那些人 待會如果有什麼意外 就任我掃 是啊 但是政府又不 就是那些司機問說 那如果有什麼意外的話 你是不是拔保陪先 因為保險不賠的嘛 是啊 那政府又不陪啊 哈哈 是啊 政府心想陪你 那是什麼事啊 你要回家 又不是我要回家 不是 那些 政府叫那些司機進去車人啊 但是如果有些什麼 然後那些司機就問 如果保險不陪 有什麼意外 是不是你陪 然後就不回答了 然後就不再了 那就好 那就可以留在安全的地方了 是啊 是啊 所以我覺得是真的很危險 如果要陪就糟了 待會你走了去 在青馬大橋 反兩輛的士下海 不死啊 是啊 怎麼陪啊 你不用反到海啊 不過 我不知道它的風向是怎樣 都有機會的 其實都很近 過海邊的 怎麼知道 還有斷仔路的 來過海邊 但是 都很危險 那條路真是 那條路真是很吃風 整個大嶼山 入機場那條路真是很吃風 嘩 那幾條 你不要只說青馬大橋 就是 我由丁九橋那邊開始 因為我以前住上水開車 由丁九橋那邊開始 就是我走那個 大嵐隧道那條路 都還是覺得 不是啊 沒有什麼啊 那些風都沒有什麼 純粹整個地都是樹葉樹枝 沒有什麼啊 嘩 一出到去 一上丁角開始 嘩 糟糕了 我車控制不了 丁角 然後青馬 然後進去 然後想著你去到大嶼山 想著不是那條橋裡面 應該已經好一些了 然後不是的 那裡就是你的車吃風了 就是之前在那條橋 你就感覺到那條橋有點搖 但是去到 去到大嶼山那裡 去到島那裡 繼續走的時候 走在八一那個位那裡 就是那條車很吃風 那樣子 那所以我覺得 是應該留在 安全的地方的 是啊 不要出來 所有市民都是 八號風球 九號風球 其實真的是 危險的 是啊 就是當初為什麼 要有那些風暴警告呢 就是因為危險 是啊 然後你跟我說 這麼危險的情況之下 大家應該可以 坐的士回家 回家 不合理的 這件事 然後你下車的時候 還要跟的士說 不准攬收車資 是啊 你什麼 你什麼 有報警 抓你 是啊 你報警 你報警 你捱破喉嚨也沒有人來的 哈哈 哈哈 給我叫他報警 補 補 等你 整個仆街 是啊 沒錯 所以就是這樣 所以大家記得打風的時候 留在安全的地方 對啊 撐政府 這次站硬一點 不要輸給那些刁民 是啊 我覺得大家其實是應該要有災害的意識 是啊 傻子說爆風球 你趕著回家打牌嗎 哈哈 就是 爆風球趕著下班 就是趕著去打牌 和唱K 你臨知道早兩小時 哇 兩小時之後 掛爆好波 立刻打電話去訂台先的了 哈哈哈哈 我們要唱K 是啊 要預訂房 預訂桌子的了 哈哈 傻傻地 那些 貼馬近 支持政府 好 我們這次休息一會 看完節目 記得like comment 和share我們的channel 收睇最強頻道 訂閱熱血時報